好了,又回到 Warrior Purple 秘密集会所时间 今天继续开车 刚刚完成了 Saber 的开盒 刚刚提到 Super 2 的不同类型底盘的强度 所以今天也希望介绍一下我自己比较珍惜,也有拿来做井车的另外一部车附送的底盘 这一部就是 Premium 版的胜利麦能 这部车以前亦出过其他底盘 而这一部最特别的就是在这一部 希望不要太快拔负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用 Carbon Fiber 制作 然后它本身是用了这个碳纤维 所以令整部车的底盘结构会更加稳定 如果你是打算整部 Super 2 的井车 其实这个底盘亦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但是无奈,这个底盘暂时没有单独发售 如果有,我想也挺厉害的 唯有买这个 Premium 版的系列才会有 我记得是聖利麦林和另外一部超音 两部车都有这个底盘 其他会不会有哪一部再有呢 希望大家知道的话就补充一下 先开进吧 其实这部车是有点奇怪的 之前因为我没有了它的 3.5 的齿轮 所以我其实这包齿轮已经开了 所以大家只会看到两个粉刺 还有3.5 的黄刺 蓝刺就不见了 因为就被我拿走了去大道用的 所以说一声 但是它也是继续的 是普通的铜变 也不是说通常是金变 那么车壳方面呢 其实也是很还原到 还原到就是原先的这个 这个旧版的设定 因为其实基本上就是同一个 那你问我个人呢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不太喜欢这些是覆盖式的车壳 始终它最大的弱点 就是它限制了你本身用的 一个车壳的口径 因为相应来说 你其实就只能用中小型口径 你才用得到这些车壳 你用大径呢 那你就预计了 例如在这里 刀一刀 在这里再刀一刀 那就留在这里这么多 然后在这里再刀一刀 在这里再刀一刀 或者在这里旁边刀少一点 那你无论如何 你无论如何 你不刀回几刀 那一部车用起来 都是没那么爽的了 那变了 其实这一样东西 反而浪费了一瓶 那这个东西 我个人就不太喜欢 但是我当时买这部车 其实都主要为了底盘 而这一堆件呢 是蓝色的 那对比起Saber那些 其实是屎黄色的金色 那蓝色其实都变了一番风味 但是其实说真的 这部车盖了 你也有多少看得到 所以这部车也不算太特别了 再加上这部车 其实都不是Super 2出的 Fast Release 就是那个快射扣 只不过是原先的一种扣 那这个也算是OK的 那这个也算是OK的 那这个先放在一边 那其实这部车 另外一个很重点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几条车 大家如果会看到 我先放在一边 对一下照 对了 大家看到的话 其实会看到 对了 这条车其实是有车纹的 那你说实际上 用起身呢 会不会真的车纹 会令到这部车爬得好些呢 那我就不知道 老实说 你这么小的车 这些车纹这么小 都是装饰为主 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装饰 装一些展示车的话 这些车纹车 其实你是很适合的 例如之前 有些朋友说 想找部Shadow Shark 来整个Formula 1 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车车是十分之有用的 但是这么说 拿来做Display车 就会很有用 但是真的 玩起身有没有用呢 我就真的有所保留了 那 这个车车就相对来说 配方了 那 这个就是今次装饰最重点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这个 Carbon Fiber的一个底盘 它也写着是PA加上CF 当然 它不是全Carbon Fiber的底盘 如果是就正了 哇 硬刮刮 但是它不是的 是混了碳纤维 比起一般的ABS强化底盘 其实就会硬正很多 其实握上手 你也会感受到它的感觉有少少不同 而且你扭起身 就算用大力一点 它的变形也没有那么大 因为其实 Super 2 其中一样 比较大技 就是它比较容易变形 而且它始终硬度是真的不够的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好的补充 但是当然 你拿来做一般车是没问题的 甚至是用它来做井车 都可以令到你的井车是更加结实的 但是这样说 井车万一你撞多撞 其实也继续是有机会是难的 就看你需要不需要用了 我之前用了两个 那现在剩下这一个 就考虑一下先吧 对了 这部车其实最大的重点 就是个底盘而已 其他地方就真的卖情怀 不是小强 只是情怀而已 所以也是这样 同时也是 建议大家 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是可以 尽量留意多些 《二血时报》的 Gammon力量的节目 它里面也会有这个 《四驱力量》 和大家介绍更多 《四驱车》不同的东西 好了 今天也到这里 下次再会吧